我们现在在走第二个区域 在往Murlake走 风景好好啊 我们现在还继续在往Murlake走 它的这条路也蛮好走的 是可以骑自己车的 很平还有树荫 然后旁边是条小溪 就可以听着溪水的声音 很舒服 哇这快到Murlake 不可有一个这样的小湖 好多人在这里玩呢 这水超冷的 哇这些美国小孩真的是 冰水啊都是 我们到Murlake 说实话不是一般的失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里面游泳 不是说的可以什么倒影 把这山都倒进去吗 这么多人游泳怎么倒 我知道是个比较小的湖 但没想到这么小 水也很浅 水是很清澈啦 那这种清澈的水 不是随处可见吗 整个公园的水都是这么清澈呀 好吧 这么远跑过还蛮远的 说实话 特别天气比较热 走的我们两个还是蛮累的 最后走过来是这个样子的 的确是蛮清澈啦 是不是我们来的时间点没对啊 怎么这么失望啊 这就是一个小孩玩水的地方嘛 这是个普通的小水汤 适合玩水的地方 因为它真的不深 它最深的地方也就到成年人的腰的样子 你看那两盆饭在那 水的确是很清澈啦 这个大石头旁边的水真的是蛮清澈的 其实它很深的 不过看着就可以看到水底耶 哦它是这个角度吧 这个角度如果水上没有波纹的话 可以倒映那个山 还蛮好看的 我们终于找了个角度 这样子看的话的确有点像镜子耶 你看那个山头倒映下来 的确是蛮像镜子的 但是就只仅限于面前的这个小水塘里面能倒 因为其他地方波纹都太大了 你看就这样一个小水塘里面 其他地方波纹太多了 没办法倒映啊 跟网上的网图完全是两回事 网上我看它们是秋天 应该这个跟时间段啊 人数啊 水的深浅啊 都有一定关系啊 现在水流的这么猛的 它怎么可能静得下来嘛 我们有换了个角度 这个角度应该就是网上那些网图拍的角度 只是说水流速度太快了 所以它就很多波纹就倒不下来 但是我看到有个告示牌说这个湖就是一个水量 水流速度什么这样变化都很大的一个湖 它不是一连世界都存在 一连世界都不变的 所以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秋天的时候 水快干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拍出那种镜面的效果 我们现在准备离开又算没地了 现在离开之前 再听到路边看一下风景 这块岩石真的好大呀 当年火山低潮一动的时候被顶起来的 有些人死 所以打了一个光角 这个是巨大的 我们最后出去的时候经过了Vanay View 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峡谷 你看这个新娘面纱 我们最开始进来的时候看到过的 很漂亮哦 太美了 游山美的 这是一个让我能够回购的公园 可以再来 真的非常美 而且可玩的项目很多 想干什么都有干的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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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下次再来 谢谢大家